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有观众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哎呀我做强强三人兄十年从来没见过人呢 这次见到人我很惊喜啊 我们平常都不是 没见过这么多人 我基本上没把你们当成人类 而且今天你看多好 咱们十年大聚会跟大家一块过个年 你像这个徐老师对吧 今年八十多岁就是咱们 你真会想啊 八十多岁如果像徐老师这样的体格真的很厉害 是我们最老最老的嘉宾之一了 像杨振宁教授学习 对 我我知道你喜欢跟杨振宁教授学习 我还知道你喜欢谁 所以我就把这一位特意安排在你的身边 咱们大美女大演员 袁丽咱们大家给他喝彩 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哎呀新年好 袁丽干嘛今天一身黑呀 我心里是红的 我脚上是红的 对对对对 眼神会打碗 所以当演员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没事 要想翘啊 一身躁啊 你知道吗 你就躁就是黑的嘛 黑的哎是不是最近有点增肥了 谁瘦的 没有没有没有 脸越来越瘦啊 咱们这个袁丽也是经常做我们强强三人行的 是吧 也是我的很亲密 那什么 现在不敢随便跟你说 那很亲密 真正很亲密的是阿宝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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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育两岸三地的这个开心果 这个火宝 大火宝一见到你 大家就高兴 你来给这个全球华人拜年 多拜个早年 在这里住全球的华人 新年快乐最重要 一定要身体健康 哦 还有我的这个老哥们 老兄弟啊 我的这个文道也来了 我今天这个 所以给你夸耀啊 你看咱这啥环境 真没见过 以前我们看的哪是大屏幕啊 就是一个很小很破烂的 对 还常常会变成黑 突然变成黑白的这么一个电视机 没错 工作人员都是人家鲁育有约组的 我建议大家鼓掌 向他们表示感谢好吗 让他们努力干活啊 那 然后因为今天要评的奖 我们这个叫腔腔新春闹斯卡 大家一开始觉得可能奇怪 我们要学要抄袭要盗版 咱就到版个最大的 闹斯卡我们叫 我们评点的是年度大事 对吧 把这年度大事跟奥斯卡影片一样 哗五条后宣影片出来 给大家评 今天评头一个奖项 就叫最猛导演讲 有请最猛的 我心中猛的导演 何平导演 来阐述一下伟大意义 很伟大意义 伟大意义就是在这个 过这个春节的时候 给大家一些快乐 让大家过好年 开开心心的 有好节目看 这就很伟大了 好 现在请看 咱们这个最猛导演讲的宣传片头 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是大舞台上的指挥家 他们是佛报剧里的主心骨 他们是内幕幕大戏背后的神秘黑影 世事纷纭难得解 在乎人后人前 当面算账不算账 背后枪枪真枪枪 枪枪新春闹斯卡 年度最猛导演讲 惊天解晓 哎呀 你看 我给大家说原理 我们有钱了 你瞧 为什么 连选票我们都有了 你们还有一张呢 反正有专用张呢 都这么专业 你知道吗 每位嘉宾 你看桌上 有五位候选对象 他们会从里边勾出来 而且我们的规则 那是相当的联合国 你知道吗 就是充分的民主讨论 又借鉴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你知道吗 而且呢 分成三轮投票 我们第一怕五进三 第二怕三进二 第三怕二去一 然后最后大PK 现场赤裸裸 就是赤裸裸 只有你赤裸裸 反正就是很好看了 是吗 就非常好看 那么其实我们也不是瞎闹 对吧 我们这闹还有点正经 就是说呀 用一种人生如戏的观点去看 你看咱们这一年 看的这些个新闻 吸引我们眼球的这些事 多像戏呀 你说是吗 何导 你站导演的眼里 当我们用这种 人生如戏的观点去观察呢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人 很多事 就像是冥冥之中啊 有人在背后导演 事实上可能有意 可能无意啊 但是你总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意志啊 在导演着这一些的这个云云众生 对不对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就评出五位候选加力 加力 五位 每一个女的 就选美主持多了 选美 五位 五位候选 最猛导演讲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呈现他们 2007年的7月 北京某电视台的某边外人员 拍摄到了所谓纸包子的制作过程 只做的包子一篇 以食品的重大科技创新为题材 表现手法独到 该片年轻导演姿某 作为零食工 创作了这样的大片 难能可贵 强强青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 姿北家 2007年10月 陕西猎人周振农 以自己拍摄的多张华南虎照片 拉开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一次 关于真假老虎的争论 大导演周振农 以其深战的功力 为我们带来了这条虎 盛世出国虎 虎效震国威 强强青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 周振农 师明德导贬 满城近代红马甲 2007 导贬风潮不简 红山君导演 师明德自求百日 以苦行示天下 30万只蜡烛 在阿扁的眼皮底下 拼出了巨大的神秘图腾 强强青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 师明德 美国好莱坞 编剧工会 越狱 编剧 游身一变成导演 小人物惹起大纷争 不涨工资 不干活 好莱坞编剧大罢工 欢迎收看 强强青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 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 P州市委办 宋主任 大阅兵 2007年 P州李书记 非常荣幸地代表人民群众 到外地开会 在狱归来 市委办公室 宋主任 以大班底大制作 为李书记献上一场 盛大的欢迎仪式 欢迎队伍中有 学生 教师 工人 农民 公务员 警察 企业架 医生 护士 等等 并安排李书记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与人民群众的代表 分别握手 并做了交谈 全篇场面宏大 阵容豪华 对白感人 强强青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 P州市委办 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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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原理啊 我先问你一问 您看见我们的奖杯 那中间那个模仿 奥斯卡女神的那个 那个形状 不是 我觉得蛮像敦煌的 不是模仿 蛮敦煌的 像敦煌 是吧 你看它是这个大 那个何岛 你觉得像什么 我看着像芙蓉姐姐 没错 要不说人是当导演的 我告诉你各位观众 是比着芙蓉姐姐的身材 我们做的这个 闹斯卡的这个讲座 芙蓉姐姐那个是 模仿高跟画里边的 感觉你给看成敦煌了 好 刚才五个候选对象 产生聊最猛导演奖 我先问一下 咱征求一下陪审团的意见 先从谁开始 单从何岛吧 一声红 你选谁 要是选一个 你选谁 选一个 我觉得宋主任比较大手笔 这个这整个这场戏啊 都倒得很很完整 你看啊 有主主角 是吧 主角是书记 有主演员 有主要配角 是吧 还有那么多的道具 陈设 好 那阿宝你选谁 我如果要照 何岛的标准 我会觉得以大手笔 大场面 加大卡斯 我会选好莱坞编剧工会 好莱坞编剧工会 因为他们这个 其实像你看啊 像你看连金球奖 都已经取消了 那是损失多少个亿 而且可能还是算美金的 然后呢 在美国包括像导演啊 演员都非常支持这个 因为说实在 没有好的剧本 根本不会有好看的电影 你说的 这我跟你说 我也同意你这个选择 好莱坞编剧工会 这事让我这个浮想连篇 甚至让我对咱中国的主持人 多少重拾一点信心 因为他这个 你知道编剧工会一罢工 美国人没电视看了 那个戴维利德曼 多个脱口秀节目就重播 他只能重播 甚至就停播 我才明白 原来说美国那主持人那么牛 感情都是有人写的稿啊 很多人说 咱枪枪三人行就自个说呀 就知道点什么 全说 所以我就觉得人家 你看要是没有编剧 这主持人就不上班了 你不给我写词 我不出来 你要中国人的思维观念 那哪可能呢 编剧罢工 你主持人自个上去 随便倒点什么 得了 你文道 你要是挑一个 你挑谁 我也是挑宋主任啊 我看到那场 我本来呢 对他的这个动作呢 印象还不是太深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 他这个阅兵的场面 那真是太牛了 我尤其欣赏群众演员 配合得好 就那些民兵啊 武警啊 一看到他经过 首长好 那一下喊声 感动你了 感动了 真喊首长啊 真是喊首长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了 跟着他们还要接下去 你知道喊什么 为人民服务 他多全啊 完全跟那个邓小冰 当年阅兵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我觉得我也选这个 最佳导演 最猛导演 最猛导演 你为什么呢 你从女演员的角度 你对这个导演 有点什么意思 我觉得 这个宋主任可能从来 我没有意见啊 我很欣赏他 他肯定从来没有学过 这些导演的专业 可是他很详细 然后制作非常大 是吧 大手笔 对吗 然后这个 女演员最喜欢碰到这样的大戏 对 大制作的 对吗 你应该请他当你的经理人呢 这样的人才不要乱 这样的人才不要乱 我呢 其实我实名德也很不错 周振龙 这个也非常精彩 那个P周那个 当然也非常精彩 但只是有个问题 一般来说 演员是听导演的 这个里边你们发现 那个导演完全是为演员服的 这个导演其实蛮心酸的 他是为演员服 人家用的是大卡斯 对 是大卡斯 算是家人 对 万导演不还演员 轿子要有八人抬啊 我跟你说 都是身边的人 都是身边的人抬轿子 才能把它烘托起来 对不对 你像袁立一出去的带 好几个助理 谁说的 这袁立一出去也这样 就经过的时候 对 我必须要红地毯 我必须要那个跟我敬礼 对 我们要我们的观众 待会看到袁立 就是手掌好 你必须假装围住 对对对 假装围住你 行 好好好 咱们给袁立一个鼓掌 行 那这个刚才五位嘉宾 都陈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但是呢 你接下来看 你这咱们这节目里 你就能看到人的善变 你给他点新的刺激 给他点新的影响 他就会变 甚至现在投票 我估计你们没准就会变 因为五个人从中画出第一轮 从中画出三位 你们要选择的对象 现在开始投票 美眉好啊 美眉好啊 美眉的最佳身材奖 我满上 谁啊 熊枉不下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纪变花快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纪变花快 永远 四 九 二 六 17 ا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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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铭太陽стрigh 二 六 17 ا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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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خخخخخ thin 戈壤 這三六二 微信仰一傷又過 发现小股卡挺重要 把家属照表 不来好多数奥运 机名前景看好 上前有老二一号 入地黑断摇 去上大学 兴着去爱搞搞 祝福成功发凶 料 谁也导物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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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你愛愛你 才留在我 讓你緊緊 嗨嗨 嗨嗨 你愛愛要往我最遺憾 你跟你的溫柔 交情很多項目 手機變成了新器官 短信蘿蔔肉 多了財產性收入 黃金購物也得讓步 擔心休假 曬工資 靠富龍之風 十三年的港澳大 房間注意 讓人鬧 忽悠我 是華南的湖啊 最牛一定的我 嘿嘿 不是我不明白 嘿嘿 不是學變化怪 嘿嘿 不是我不明白 嘿嘿 不是學變化怪 很快 好完美大論語 過學不斷地加害 幸好王說他不講個面 平常一樣 青春也有病啊 單身報告也出台 愛情總在3.0的路上 保養靠心態 太陽照常升級 散播色節傳來 走互都不保養靠心態 是晚下來 不忘情共招待 二年年紀 一年 Reporting 來 二年明星 一年 一海海要 或誰 去 0 嘿嘿,不是我不明白 嘿嘿,不是奇迷花怪 嘿嘿,不是我不明白 嘿嘿,不是奇迷花怪 嘿,花怪 好,刚才咱们这个五位陪审团 五位评委都投出了他们神圣的三票 那么根据这个机票结果 现在我要宣布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 这屏幕 耶 哎呀,果然,果然 宋主任赢得了最高票数 袁立,你真可以找他了 这是人气最高 全票 周正龙四票 两个 然后施明德和好莱坞编剧工会 凭票 两个三票 这怎么办呢 早有准备 我们预想到你们经常会出现这种 大的火热的情况 所以说过年求签 咱们求老佛爷 哎,咱们这有一个签筒 我看是哪两位啊 这个好莱坞编剧工会和施明德 而且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签还真的是签 他们用了一种算命软件 你知道吗 每个人的名字声称八字输进去 你看这个签词啊 还真的有意思 你看啊 这个 咱就先说谁啊 你说这个 周正龙叫什么呢 功名利禄一张嘴 对对错错不后悔 施明德叫什么呢 凡事都须留后路 是非口舌更要防 然后呢 这个 这字念柴言北家 自 自 自北家 自北家啊 一脚踏进胡同里 是非黑白 说不清 哎 然后呢 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 叫什么呢 克服沉舟闹一场 裁员来来又往往 然后呢 知道是跑了 西州这个叫 摆弄排场需谨慎 是非都从热闹来 神不神 我们枪枪这个算命软件 够神的吧 是你们自己的软件 对对对 我们假包子新闻 现在我们媒体名声不好 爱造假 现在施明德和我们的 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 这两项 我们现场 邀签决定 听老佛爷的 这个没人有争议 对吧 好 天00 地00 阿弥陀佛 纳摩观世音菩萨 哎呀 纳摩观世音菩萨 出来一个老佛爷 老佛爷 不会邀签 这俩就互不相 让这怎么办 再来一回 转来 何道来一个 导演导演 交戏导演导演导演 导演导演你看 这个不能编啊 不能编就有先出来的了 哎呦 哎呦 我原是老爷 真见过老毛深算的 见过老毛深算的啊 结果何导 你选中了我们的台湾朋友 施明德 行行行 不过啊 说实在的啊 我先跟你们提一问题 对我们媒体人来说呀 为什么你们把这个纸包子都给共同淘汰了 其他太精彩了 我是觉得他也很精彩 但其他几个真的没法割舍 没错 我们只能投三票 这次这几个真的很难取舍 对 而且呢 我是有分类的 你看 嗯 这分类在哪呢 就是施明德跟好莱坞编剧工会 我分成一类 嗯 就是他们都是有诉求的 要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的 对 和平抗议 都是和平抗议 是吧 嗯 那么呃 这个资北加呢 跟周振龙呢 两个呢 都是涉嫌造假的 就是制造一些假的 那纸包子呢 但是问题是说你说纸包子的影响 有华南虎那么大吗 哎呦 纸包子影响 我跟你说 华南虎一口把你给啃了 我跟你说纸包子都影响到日本去了 哎 我跟你们讲这个事 最近嘴角 你对于日本人 你对于日本人的性格 你在这个细节里啊 你可以得到很多种理解 难以形容的一种性格 就是中国的这个假纸包子新闻传出去吗 日本人最近传来消息 说纸包子我们实验成功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日本 日本就有人 他见到中国这新闻吧 日本人当真 就跟当年他们跟咱们唐朝学文化似的 他当真 他做 做反复实验 网上都说了吗 结果这日本人就说 这个纸包子的味道 我们弄出来了 说中国人了不起 因为他开始以为是真的吗 他说纸包子 味道好极了 就是假的 绝对 我能骗你吗 终日友好万岁 终日友好万岁 其实啊 我们这两国家联合起来 李亚洲 有可能的 无敌啊 不是有可能 是真的 这个日 这个日本人都特别提醒大家 就说好吃是非常好吃 唯一就是纤维有点沾牙 有点碎牙缝 这个问题他还在公关 他说呢 主要在于这个火简和猪肉精 火简和猪肉精加的那个分量 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纸箱的皮啊 呕呕成什么样 呕成什么样 那么现在我要请你们五位 说 淘汰一个 剩下的这仨 淘汰一个 淘汰谁 咱先从徐老师开始 哎呦 这真是很麻烦 现在是周振龙 施明德 呃 还有还有宋主任 嗯 宋主任是不能淘汰的 为了原力你也不能淘汰他 什么原力 为了原力你也不能淘汰他 宋主任跟你有关系 他们说有关系 他们希望有关系 准备有关系 准备有关系 施明德呢 给我们示范了一个 尤其是给中国大陆同胞示范了一个和平示威的一个典范 嗯 极有现实意义 而且他是在马英九的警察的配合下 这么多人做的像后现代艺术 可是没有冲突 没有大的留学 不是没有特别的留学 对不对 而且产生了效果 我觉得呢 呃 周振龙呢 他作为一个导演呢 这出戏的这种 导演好像不是他 对导演其实也 对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华南虎这整件事的 是一个到现在还没结束的事 还没结束吗 还没结束啊 还没有正式落幕啊 现在还没有人正式出来道歉 说我们涉嫌造假 我们怎么样 这一切都还没完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的伟大意义啊 这件事情本身 第一 他成功的转移了大众视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第二 他掀起了爱虎运动新高潮 真的中国老百姓重新关心华南虎 这是真的 你这样为了今天这个节目 我第一次上网去查 原来华南虎这么稀有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你以为满地都是呢 是吗 第三 还向世人展示了 骗人怎么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你知道现在周振龙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整天发牢骚 说你看 我又得种地 我又得接受记者采访 我还得喂猪 我还得怎么 我没空敲嘴对我没空 我要接待临近周看 一个农民生活方式完全改变 哎 你你看看这小片 你看看这小片 挺有意思的周振龙 你打多少年斤 我当两年兵啊 上军军四年号 啊六年一共一共六年 嗯 开屋的时候给多少钱不得 哈哈哈哈 两万 中午这两万啊 哦 哦 你打过什么地方呢 我没我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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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会不会现在是什么地方家呢 嗯 在北京 在北京哈 我要把你这些地形好 哈哈哈哈 你打成这么辛苦了 那你你来干 你来打成我这么多次干啥 干啥 说的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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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他他因为老接受采访 所以他现在啊条件反射 一见记者他会采访的他就问那记者 你干什么的哪年生的开始采访记者了 所以也是一有意思的人 哎 有点迷惑我看你这眼神 啥意思 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他的回答 透着他的 呃 聪明哈 嗯 农民的聪明 农民的聪明 你喜欢吗 嗯 很 是另外一种风景 哎 哎 真会说话 农民的聪明要重视啊 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的 对吧 解决农民问题 那是最重要的问题 行行行 那咱们不聊了 咱现在这样啊 选票决胜负 嗯 这回是在三个候选人当中 你们每个人画出两位 就进入我们下一趴的二进一开始投票 咱们不聊 哎呀 这个结果不出预料啊 现在我荣幸的宣布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 大屏幕 石明德 亲爱的石明德离我们远去了 那么两位 哎 这家白热化了 宋主任和周正龙 俩高票 同票 全票 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擂台之上 哎 我先征询一下 你比划什么呢 我在数五票是怎么投的 五票是怎么投的 就我们没有人投给 什么智商啊 我在数五票是怎么投的 哈哈哈哈 行严厉 很多美女啊 她数字方面不清楚 这 怎么样 很理解 所以 我很认真 我得算一下 所以你很需要宋主任 帮你管钱 哪怕周正龙 你应该把这个片子剪掉 哈哈 没有 非常可爱 非常好 很可爱 我告诉你 我就不喜欢精打细算的女的 所以你那种 对 实在是 我知道 这样的女的实诚 不是不是 这样的女的实诚 这样的女的可爱 我们都爱是吧 是 阿宝也是整天算不清数啊 经常倒着给我钱 所以咱们都是朋友 阿宝算得起 阿宝算得起 阿宝也是性情中人 哎 咱们说了 那个刚才呢 咱们这个原理也数完了啊 就是五个人 五个投了 还是对的 五个 经过原理的和善 我们证明他是正确的 好玩了 五个 证明了 事实如山 就是五票对五票 周正龙和宋主任 精彩 精彩了 周正龙这件事 是我 我们老关注他 其实我一直在想 传媒在这件事情 跟得这么紧 这么高兴 在这中间是不是有 有什么责任 就传媒能做什么 那原理呢 两个选一个吗 对 我倾向于宋主任吗 宋主任 好 文道 我也是选宋主任 把关裁定 阿宝不要受 梁文道的影响 我可能会选周正龙 可能 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决定 我可能会选周正龙 基本倾向 周正龙 周正龙 宋主任 宋主任 就看何岛的了 你选谁 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觉得这个 徐老师讲的也对 因为周正龙这个事啊 也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我想了想啊 但还不是媒体的事 他是连政府 当地的政府 还有民众 通过网民 因为那岭南那个地方 我去过很多次 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特别希望啊 有一个像那种 卧龙那种自然保护区 没错 没错 发现熊猫了 那个地方在那野生的熊猫 可以在这栖息的 那如果说岭南那个地方呢 就周正龙他们家 要能够说滑南 因为滑南湖少嘛 就没有几只了嘛 太少了 还没有熊猫多呢嘛 那如果说那个地方 你要是真正有一个自然保护区 像卧龙那样 那就不得了了 而且以后送的这个国礼 不是熊猫了没准 大乡的龙子 运着滑南湖啊 就送给美国呀 送给英国呀 你的意思就有造假的动机 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和这个这个 地方民生 地方民生 这个是肯定有的 这导演是谁 先不说 好 行 所以说这都是悬案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个 何导 徐老师和阿宝 都是周正龙 对吗 然后呢 袁立和文道 站到了一起 你们都选宋主任 那现在呢 如果现在就投票的话 你们俩算少数派了 对 那就按照大会 组委会的这个规定 第三怕 我们要向你展示 人性的转变 人性的转变就是 我看袁立吧 文道 你觉得呢 我怎么了 这个拉票的工作 我不会了 不 我 我 不是你行 我不行 演员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吗 这话说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演员有什么不能干 不是 因为演员什么角色都演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都能干吗 对吗 演员 演员就什么都能演 对 不是什么都能干 哎呀 这么挑剔字眼 这文学教授 行 什么都能演 什么都能演 那现在 袁立 你来选择一下 在他们三个人当中啊 你必须争取一个 争取一个 你跟文道的选择就优胜了 你选谁 你看他仨人谁最容易动摇 你最容易拉动谁 我可以选吗 但选完了 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文道吗 呃 文道这样 文道口才比较好 他主力 他主力 你辅助 好吗 你们俩一块上 这样给你撞胆 他当宋主任的角色 行 对对对 我今天选出一次宋主任 你希望选谁 你你别打听别人 你来决定吧 你来决定吧 我觉得谁耳朵最远 你觉得谁耳的最远呢 再看看女性的观察 你来看 其实我觉得 你看你身边这个人啊 他的脸都红了 徐老师 你看脸 脸都发烧了 脸都红了 那就徐老师 太好了 哎呀 你看你看 两人都这么高兴 还有点秀大大的 有点含情莫莫的样子 我真心觉得 徐老师喜欢像这种类型的美女 真的 阿宝 咱们真的 真的 你们看 徐老师看我脸 跟她的一个 是怎么善 是这样 对对对 他看着我 有一种看女儿的感觉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看人家真的有 哎 你来了 你看着他就像女儿的妈了 是吗 我就像宋主任了 好 徐老师 徐老师 我也算 真的拉成了一个 那个什么 不是做成了一个媒 做成了一个媒 好吧 知道你们两个 这个早就是好朋友 咱们请 请请摆上台 摆上台 摆上台 你不用上吧 你上了呀 对对对 来 徐老师 你不上我不知道说什么 现在这样啊 没有说服 这个 被说服的人 没事 问问他 哎 他硬是原理要我辅助上场啊 当然我们支持啊 你们没事没事都没用 来来来来 扶着 这俩人像黑衣对的 哎呦 你们俩今天穿的都像是 我先来 我是来把他交给 哎呀 说什么的 徐老师 两个黑衣 不是先别太行的 不是我先 我先弄你 不是我先弄一下 哈哈 怎么样 先弄一下 哈哈哈哈 先弄一下 我来来来弄 我是个操人行吗 我不会选择词 徐老师 我就怎么弄呢 就是说 你是被说服的对象 OK 所以你有坐着的权利 对吗 我们就很公平的 对对对 要去拉票 像宋审一样 对 你有改变的权利 但是呢 你们两位 按照我们的规定 最后时刻 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说什么越界犯规 在这儿全不是事 这叫做 我们有名的口号 叫做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幼之以利 弥之以色 全部行 好 那行了 来来来 我这不需要这个吧 你们俩要不要彩排一下 商量一下 你主说我辅助 快 怎么就变成我 我觉得你们俩 一人一个公式 没错 他色诱反正就是 对 他色诱在后 对对对 闻道在前 闻道威逼在前 闻道 来一分钟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这个 当然啊 周振龙 这是很了不起啊 华南虎的事 但第一 就我刚刚讲 这个导演啊 是谁 脑不清 我们不是选了 最猛导演吗 对吧 那么第二 都说过了 他不是导演 都说过了 他这个 很有社会意义 他什么社会意义 跟你刚刚说 华南虎 那个还不大一样 他的社会意义在于 就是首先 我们要问的就是 学而不服 可以跟他辩论 一个书记 他不过开完 十七大 回到老家 就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去欢迎呢 他折射出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啊 把所有的政治会议 都当成喜事办 当成什么 喜事 喜事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 像中国这样子 就是开十七大 两会这种会啊 就现场投票 只要活这种喜庆音乐 搞得像结婚一样 我知道人家开会议 开大拜年了 对 我们就像呢 就像拜年一样 我觉得这是反映出 我们中国某种社会现象 是吧 五 你觉得呢 许老师 你觉得呢 许老师肯定早等着 就像说那个 别情绪逼供了 直接没人介绍 然后再来我就软了 然后第二天就解放了 怎么这么快就解放了 你看你看 刚才你说话 许老师脸都白了 你看 站过来 他再过去 他脸就红了 大家你注意许老师的脸色 许老师很害羞的人 许老师你选手 就红了 我还没听 你再想一想嘛 我还没决定 你快想一想嘛 哎呦 一下就变成没 还没决定了 别上他们的帐 让我们开 输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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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老师 你快点想 我等下 你现在就决定嘛 别装了 软了就软了嘛 想了就想了 态度软化了 红了吧 是吧 这么大的魅力 太有道理 红了吧 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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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了 我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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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好 真出败了 许老师 好 咱们这个 现在最后再问一下 许老师有什么意见 要发表吗 刚才 我都反映在选票上了 对 刚才经历了一番 冰与火的考验 对许老师来说 也是难得的折磨 但是他到底 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当然 其他几位选民 他们在这个游说的过程中 也许也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最后还是一句话 选票上见 开始投票 一票吗 一票啊 最后一票啊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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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这个心情很激动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主要是呢 许老师不但脸红了 而且我发现身子都红了 因为我从那脖子看出来的 刚才脖子都红了 脸色 刚才非常激动 让许老师经历了这样的一番折磨 最后五位嘉宾投票 我们的结果 就是我们闹斯卡的第一个大奖项 最猛导演奖的结果 产生了 到底是谁呢 咱们这个美眉美眉 把咱们的最终结果送上来 谢谢 准备好我们的闹斯卡奖杯 现在我们这个颁奖仪式是相当隆重的 我们要请所有的嘉宾上台来 准备接受颁奖 来咱们这个掌声 谢谢这些嘉宾 今天也跟大家这个团聚 一块过个年 当然我们这个组委会也明白 获奖人是不会搭理我们的 于是呢 我们早就有所准备 是吧 找一位特殊的嘉宾 来代表获奖人领奖 现在我宣布 枪枪新春闹斯卡 最猛导演奖 最终得主事 看 批州宋主任 哎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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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建议影响人 谢谢 原历 为什么呢 准备会的理由是 看原历如此多焦 令无数指动 禁蛇腰 来 美人 建议就由紫东老师 把这个奖杯 颁发给 历请宋主任的旋律 来 大家过来 宋主任以后就给你 旋律的旋律 就当了旋律 而且那个 评委会会定 代表领奖人 必须模拟宋主任 是一段 获奖战言 这假设你就是宋主任 怎么说呢 这时候你不是女的了 我不是女的 对你是宋主任 宋主任 我也是这么说话呀 你不是演员吗 现在就要演宋主任 模仿秀 他在什么地方 他是什么 批州的 什么省啊 什么省啊 批州你都不知道哪个省啊 别管他哪个省 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导演知道哪个省啊 那我应该说 我说什么呢 非常感谢我导的技术系 大家能够喜欢 我会再接再厉的 谢谢 这个好像我们不太能够满意 导演 导演 你给导演一下 他应该怎么质奖感言呢 宋主任 我这个工作虽然掉了 但是以后呢 还可以为原力服务 成功的女人 背后都有个成功的 出主意的男人呢 好 袁立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好这个获奖感言 我就说非常感谢 我这个导了这出席 大家能够喜欢 得了这个奖 我会再接再厉的 继续为原力好好的服务 再接再厉 好 谢谢 谢谢袁立 也谢谢今天现场的 所有朋友们 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我们一连五集 枪枪心吹帽子卡 明天还有大奖 明天见 再给大家拜年 今年首富特多